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有共鸣的一刻是什么 那个有两万赞的回答是 遇到一个稍微注意自己的人 就敞开心扉 你以为是坦率 其实是孤独 后来渐渐年长了几岁才发现 其实我们成长的很大一部分 就是学会接受 你要接受突如其来的挫折和失败 要接受频繁的人走查量和骤然离场 然后知道孤独是人生的常态 之前晚上有一个很火的段子 我问妈妈 我可不可以不结婚 妈妈说 当然可以 如果将来有一天 你看到别人万家灯火 其乐融融 能忍住不哭 究竟 孙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里写道 哪有人会喜欢孤独 不过是不喜欢失望罢了 不是我们享受孤独 而是害怕得到 然后又失去 怕被打扰是假的 怕你来了 又不能长久地留下 才是真的 可是这两年 我渐渐喜欢上了那些 跟自己相处的世界 孤独和寂寞是不一样的 寂寞暗含着无聊迷茫 无措失控 但孤独可以是 饱满的 充满力量的 因为在那样宁静的时刻里 你可以自省 然后整理自己 去年我辞去了很多人 眼里都还不错的高薪工作 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因为它吞噬掉了我的生活 每天往返于不同的城市 闭上眼就是凌晨 睁开眼 又要开始奔波 我顶着大黑眼圈 还要笑着去跟各色的人打交道 不管你喜欢 不管你喜欢 还是不喜欢 看似热闹的人群 流光异彩的场面 其实你置身其中 连自己的声音都听不见 在某天深夜里 我突然从酒店的床上坐起来 收拾行李 做好工作交接 发送了早就写好的辞职信 辞别了老东家 订了那张最快的一班 去往南方的机票 我听着耳机里 高虎循环唱着 一直往南方开 突然脑子里 被跟崩了24个小时的弦 像断了一样 有什么东西 滚落下来 打湿在我的口罩上 也就是在那一瞬间 我开始意识到 自己的生活 但不该是这样 那三个月我没有去工作 也没有面试 聊下一份待遇 我就是无所事事的 一个人待着 也是在那时候 我发现 孤独其实是一件好事 它让你重新积蓄力量 让你获得 人生里不需要理由的快乐 其实孤独在一定意义上 是自由的代名词 这大概和林清玄先生 在书中写的 在雪中清醒的孤独 总比在人群中 热闹的寂寞与迷惑 要好上许多 能够让自己快乐 无条件地热爱自己 拥有爱与被爱的能力 对明天充满无限的 期待和希望的人 就像满天的星星一样 他们是不会 害怕孤独的 让你学会与孤独 粗席长谈 和自己握手言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